存在的故事 这个男人叫布朗森 他是英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 最暴力 最昂贵的囚犯 影片开拍时 他已经入狱34年 其中有30年被独立关押 换过120间牢房 因此也被牺牲为英国监狱之王 下面让我们走进他传奇的一生 1954年 布朗森出生于一个上流社会家庭 从小他就有暴力倾向 被同学打了一球 他必须几十倍的还回来 老师敢说他一句 直接扛起桌子扔在他脸上 就算学校找家长 母亲也是对儿子各种躺护 成年后 布朗森开始了工作 收银台里的钱就像自己的提款机 他还大方的分给喜欢自己的服务 不久后警察找上门 母亲再躺护布朗森也没用 但想制服布朗森肯定得付出点代价 几年后布朗森结婚了 并育有一子 可这并没有抑制住他的暴力 现在的他只想成名 于是他准备好猎枪 去抢劫了一家邮局 但战利品仅仅只有26英报 因此他被判了7年 这是他第一次入狱 布朗森非但不害怕 反而充满了期待 进监狱的布朗森依旧热血 想让我干活 老子这辈子都不可能干活 就算预警来了 又能怎么样 不服干就完了 但寡不敌众还是被制服 狱中的行为让布朗森名声大噪 欲有把他当作偶像 媒体也开始关注他 报纸上还刊登他的新闻 他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明星 接下来他开始了自己的传奇故事 在监狱里 布朗森肆无忌惮的施展着自己的暴力 上面拿他没办法 只能不断的更换监狱 他的一生辗转去过120座牢房 英国大大小小的监狱都有他的身影 最后监狱实在容纳不下他 只能送去精神病院 在这里他可无聊极了 医生给他吃药 他不吃 紧接着 被药物控制的布朗森失去了行动力 瘫痪再闯 偶尔清醒一点 还要被迫营业跟着一群疯子蹦迪 精神病院可比监狱难受多了 他想要回到叔父的监狱 于是布朗森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不吃药 恢复行动的布朗森利用他的惯用方式 离开了精神病院 监狱不收留他 精神病院也不要他 没办法 布朗森只好被特赦放了出去 多年监狱生活让他完全不适应外面的一切 他找到曾经的育友 投身地下全场 打老头 搜一嘴 一打二 没压力 在监狱里他都是一条七 这还不够 到最后没人愿意和他打 他就和狗打 收获名利的布朗森爱上了一个女孩 和女孩有男朋友了 布朗森认为只要没结婚就还有机会 他来到商店 打算送女孩一枚戒指 你以为他会买 当然不会 能用武力解决绝对不花一分钱 布朗森把戒指送给女孩 女孩戴上了戒指 可是他要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 店员真的过了15分钟才报警 但警察找到他的时间还不到15分钟 狱警早就等候多时 他们可比外面的人亲切多了 布朗森从出狱再到入狱仅仅过了69天 又一项记录被打破 这天他找乐子 挟持了一名狱警 本来的男人都在角落下惨了 他打电话给监狱找 可对方根本不鸟他 布朗森怒了 他解下裤腰带 脱掉衣服 让狱警给他搓背 一群人冲了进来 又把他按住了 利用空余时间 布朗森开始接触绘画 他的作品内容天马行空 美术老师非常欣赏他的创作 于是布朗森开始了艺术生涯 在美术老师的带领下找到监狱长 他拿出最好的作品 希望能给布朗森减刑 监狱长却对此嗤之以鼻 这下布朗森气急败坏 自己的艺术创作没人欣赏 他在画室绑架了美术老师 开始从绘画变成行为艺术 他把老师画成自己模样 而自己涂上一层黑色 他玩够了 狱警感了 又是一段乱奏 影片至此结束 布朗森虽然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可一生都未曾杀过人 他因19岁抢了邮局26英镑被判7年 辗转120所监狱 服刑34年 有30年是独自关押 其中两次被释放 可每次出来的时间都不超过69天 又被关了回去 他在狱中曾写过一本健身图书 叫孤独健身 他把版权收入30万英镑全部捐献了 匪夷所思的是 很多人为他情愿减刑 可布朗森却说自己热爱监狱生活 愿意待在这里 他还鼓励育友和他一起搞创作 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应该知道 他就是英雄联盟中布朗的原型 这个人拥有传奇的一生 到现在他还关在狱中 但是广大朋友还是不要效仿 远离犯罪真爱人生 最后说一句 看完记得点赞关注